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规定 总之对于年轻人来说 到达18岁或者21岁的时候可以成为成年人 比如说买烟 买酒 这里我们讲一点买烟是否可以和你自己是否拥有烟和酒 以及你是否能够使用比如说抽烟喝酒 这是几个不同的概念 在美国不同的州有分别限制 所以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详细的法律规定 对绿卡申请来说也是这样 一般来说21岁以下算孩子 那么可以和父母一起拿到绿卡 包括亲属移民申请和职业移民申请 你可以作为父母的副申请 21岁以上当然你还是父母的子女 但是就算成年人 21岁以上的美国公民可以为父母来申请绿卡 有一些人有办理的父母生子 孩子生在美国是美国公民 那么理论上将来可以给父母办美国身份 但是要到美国公民长到21岁以后 那么另外在亲属移民的排期中 21岁以上的子女和21岁以下的孩子也有不同的排期 那么在这个漫长排期过程中 有的时候会出现孩子的超龄问题 一般指的是超过21岁 这个对于一些1比5投资移民和一些亲属移民的种类来说 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具体年龄的计算有一些复杂的算法 一般来说你算出来结果不超过21岁 那么就简单一些 从另一方面来说 绿卡申请需要时间 不是说我今天想申请 明天就能拿到绿卡 所以对于很多申请人来说 最好不要等到孩子已经快到21岁了 然后再考虑准备和提交申请 你需要早考虑要有一段时间准备 然后提交 然后还有排期的问题 然后孩子要排期到了 才能和父母一起提交这个S85申请 或者在美国境外办理移民签证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 对于职业移民绿卡申请来说 父母最好在孩子18岁以前 就办理提交申请 这样考虑到排期的因素 才好在孩子21岁超龄 以前和父母一起拿到绿卡 那么如果说 现在孩子已经18岁了 那么算一下NIW类别的排期 可能现在来不及 可是EB1类别 现在又不够条件 怎么办呢 这个也有一些办法解决 比如说你可以先尽快的提交 NIW申请 占据一个较早的排期日期 那么过后呢 如果EB1排期仍然比NIW短 你在这个背景积累增强以后呢 还可以考虑再提交EB1类别的申请 这样呢 你既有较早的排期日期 又能够排这个等待时间较短的这个队伍 这样呢 可以占到两边的优点 那么有的说呢 如果我提交了绿卡申请 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申请签证 或者现在在美国的签证身份呢 一般来说呢 是不影响的 因为呢 父母的I140申请 这个是个人的申请 不算你子女的移民倾向 同时呢 子女也可以考虑 比如说先办 到美国访问旅游探亲 10年有效的B签证 或者呢 在美国留学 5年有效的F签证 你先办好了签证 然后呢 父母再为孩子 以及全家办这个移民申请 一般来说都没有影响 以上呢 主要是讲到21岁的情况 那么18岁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主要呢 和结婚有关 不是本人结婚 一般呢 是父母结婚的情况 比如说 有的人说呢 此前的婚姻啊 或者别的关系 有孩子 那么现在孩子呢 如果说将近18岁 还不到18岁 那么你和美国公民结婚 公民可以为你申请绿卡 如果结婚的时候 这个孩子还不到18岁 哪怕过一两年 你再提交绿卡申请 那么在结婚时候 还不到18岁的孩子 也可以带上 和孩子的父母 一起拿到绿卡 如果结婚的时候 孩子已经超过18岁呢 那就要麻烦一些 比如说孩子的父母 要先办了绿卡 然后父母再经过亲属移民 为孩子来申请 那就可能要多等 好几年的时间 那么另一种情况呢 是比如说孩子的父母离婚 或者有一方丧偶 那么父母再婚的时候 那么这个孩子呢 有继父或者继母 如果父母再婚的时候 这个孩子不到18岁 那么孩子呢 可以为继父或者继母 与生父生母一样 同时直接的申请绿卡 比如说 有一位申请人 他的父母呢 离婚以后分别再婚了 那么这样呢 孩子可以为四位父母 来申请绿卡 生父母和他的继父母 这个呢 是法律允许的 有什么要求呢 父母分别再婚的时候呢 孩子要不到18岁 如果再婚的时候 孩子超过18岁了 会怎么样呢 那么孩子呢 就只能先为自己的 生父生母申请绿卡 然后呢 在他的生父生母 拿到绿卡以后 再为配偶 另外再办亲属移民 当然了 这样呢 也就要多等 今年的时间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呢 讲到的是 绿卡申请中的 18岁和21岁 时间过得很快 是吧 有的时候呢 孩子很快就长大了 如果要计划 说给孩子 办理美国的身份 需要提前的规划 考虑 好 谢谢大家